那像您剛提到就是珊珊委員 那其實您私底下 尤其他 我覺得他一當這個立法委員 其實一直都成為一個劍拔 大家有什麼東西都矛頭指向他 您私底下有跟他接觸過 他自己有針對這個好像去發牢騷 或是講出自己的想法嗎 我跟他其實不熟啦 老實說 因為他之前是台北市議會的議員 議員的時候我就不認識他 那我認識他的時候 大概就是已經是 他是台北市副市長 見過幾次面 那這次在過程當中有一些溝通 但是我跟他其實真的是不太認識 所以沒什麼機會聽他講 那個這個有沒有私下的心情 內心的想法 不太有什麼機會了解 那碧如姐 你們兩個都在地方打拼過 打過選戰 應該會有心心相惜的感覺吧 我跟碧如姐本來就比較像是 我覺得比較像姊妹啦 這樣形容好了 因為其實一開始我進立法院的時候 她是民眾黨之母嘛 這個大家都知道 然後那時候我是黨團主任 所以其實講到最早的時候 我們都還沒有選上幾個人 那個時候 碧如姐不是做了一個大眾走嗎 所以那時候我們其實 大家都是follow他 就是說他知道我們這些 被安排出來的不分區 那時候也不知道誰會當選 但是我們就跟著他到處去敗票 所以我們那時候覺得158萬票 都是這樣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所以那個是有革命情感的啦 那碧如姐的風格就是學弟子嘛 其實我覺得這個還是一個蠻重要的 在團體裡面去扮演一個就是說 像黑臉的角色 黑臉角色 其實我在黨團也是這樣啊 我知道後來同事我做立委之後 他們黨團的這個同事 年輕同事就靠人家就跟我說 其實我有個綽號叫那個 好像是母老虎 就是說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我們你知道 在立法院裡面 我們就那時候就有席立委 然後每天工房有 如果只要院會的時候 然後柯建民不知道出個什麼招 然後我們就疲於奔命 所以有時候我就真的是 站在黨團就大小聲鼻 因為我就想知道 趕快地線的狀況要回床 我就說你們是小蜜蜂的功能 要發揮啊 所以那個是一個很瘋狂的狀態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互相配合 那也因為你說 如果說要說那所謂的 心心相喜 大概就是說 因為我們做的事情 做事的態度 風格 我就有一定的相似度 然後都是願意解決事情的 這樣子 而且我相信你們都是為黨好這樣子 真的真的 我們是 這個部分是完全不容置疑的啦 對啊